在我們開始講強哥和大便傘之前 首先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跟這件事 這是一個世紀的官司 是民事的 不是政府控告人或什麼 我覺得很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世紀的官司 那就是O.J. Simpson 忘記什麼亂代劇 大家也聽到吧 世紀官司的時候 因為O.J. Simpson疑似殺了他的前妻 和當時的男友 其實證據就是 你這樣看一定會判O.J. Simpson有罪 但到最後他脫了罪 當時是很兩者化的 就是撐O.J. Simpson的人 和覺得怎麼搞錯 有罪怎麼會讓他放生他 是兩個很大的陣型 現在呢 都是一個世紀的trial 但這次不是政府控告人 有多少人跟這件事 但是呢 我們會隨意交代一下 案情是怎樣的 只要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又覺得處於關什麼事 兩個明星結婚 有什麼特別呢 他之所以要這麼吸引人去看 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們可以說一下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會遇到一個怎樣的人 你的另一半是怎樣 除了就說 哎呀 就是月老的紅線啊 你前世注定 除了這些版本之外 你應該知道跟什麼有關 在我們還未進入阿強哥的官司之前 我就想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種的東西 這是切了一半的東西 你看看 沒什麼吸引 但其實是很吸引的 我可以講解一下 這一隻是海膽種 你看到嗎 整個範圍都是海膽 好了 接著之後呢 這一顆你看到有栗子的 這個呢 就是有櫻花蝦 還有有圓背的 這個呢 就是海味 就是圓味種 接著 這裡其實都很明顯的 你看到有隻鮑魚 OK 看 好了 接著到這裡 這個呢 大家看到嗎 這個位置 這些全部都是蟹黃 蟹膏來的 OK 這四隻都是新童種 那我想說的就是 我知道外面有些人 買得很便宜的一隻 但是我不知道大小是多大 那我們這個呢 是切成一半的 如果整隻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的大小 就是好像一隻手掌 兩隻手合在一起的大小 而且呢 我經常都說 如果要鬥便宜 我就必須要在那個材料那裡 用差一點 用少一點 用差一點 那我不想了 OK 我想用漂亮的材料 所以呢 我的價錢和面一樣 沒有便宜到 但是呢 我只能保證是很好吃 That's all I can promise OK 鬥便宜真的不是我的作風 但是鬥好吃 或者是我答應你 我做到 我可以做到的好吃 那這個我答應到 OK 好 好了 那就說回Johnny Depp 和Ember Hurd 現在更多人就叫他 Ember Hurd 那Hurd 就是講英文 OK 那大家在court 如果有根 這件事情 你會聽到 哇 強哥 即是Johnny Depp 他其中一個證據 就是他在床上 裡面有一個刀 一刀 便便 那便便 那 英文怎麼說呢 我們從最斯文的版本 講到最粗皮的版本 最斯文的版本 就是Johnny Depp 強哥在床上講的字 就是 Fecal Matter Fecal Matter 這是最斯文的版本 C一級就是Fecis Fecis 到中間就會是這個Crab OK 有時候你見到英文人 就會在街上說 他就會說Crab C-R-A-P Crab 就不是蟹和那個Crab 那個是B字 這個P-Crab OK 即是便便 之後還有的 就會在這個Crab 然後去做Doodle Doodle 就是小朋友 即是寶寶仔 然後他就說 Mommy Mommy I wanna go do-do I wanna go do-do I wanna go do-do I have do-do 那些就是 小朋友的說法 Doodle 這些是小朋友 然後去到 我們經常都說 Shit Shit 就是最粗皮的版本 所以就有Fecal Matter Fecis 然後Crab 然後Doodle Doodle Doodle是小朋友 And again 所以他不應該 Fall into這個Category 然後去到 這個Shit 這個這樣的情況 當然在 Court裡面 你就不會說Shit OK I saw shit on my side of the bed 這樣 不會這樣說的 那他就是說 Fecal Matter OK 好了 那這個就是 英文課的時間 好了 如果大家沒有跟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為什麼這個版本會這麼juicy 呢 就是因為牽涉的是男神 那我看YouTube很多 是一些內地的YouTuber OK 他們就會解釋 然後他就說 強哥 這個約翰 約翰 約翰 所謂 尊尼代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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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做一個神鬼奇行 很出名的 就是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做Captain Jack Sparrow 很出名的 其實呢 他在做這個Franchise之前 他已經是 荷里活數一數二頂級的頂尖 也是最高票房保證 也是最高片酬的男演員 他也是被獲選為最性感男星 最性感的男人 已經過很多很多次了 OK 而他這麼多年來 他的愛情史 OK 情史 就很迷人中中樂道 因為很漂亮的女明星 例如Wanola Rider 頂尖的名模 Kate Moss 如是等等 都有跟他拍過拖 但是呢 正當大家以為 他終於浪子 結束了 他就跟了一個法國的女星 摩特兒 也有一個歌手 叫做Fanessa Parody 一起了十幾年 生了一女一兒 大家以為他浪子 終於結束了 竟然突然爆出來 他就跟一個美國女星 小她十 不知十三 小她多少年 西哥 我不記得 大文 你可不可以幫我 研究一下 我不記得幾多年 但是 世哥一大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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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 已經有傳言 就說 他們是不是 在 強哥 唐中 Fanessa Parody 同居 雖然沒有婚姻關係 但是事實婚姻 因為他們是一起住 十幾年 兼鴿 兩個小孩 有狗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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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四歲 接著就認識 接著就拍拖 很快就另一個字下 就是 旋風式的戀愛 接著他們就結婚 突然就結婚 那些人就覺得很詫異 因為下一位強哥 強哥為什麼會結婚呢 你想想之前 即不論是一個頂尖的名模 K-Moss 又沒有辦法讓她結婚 接著Wanonna Ryan 又沒有辦法讓她結婚 連她生了兩個小孩的法國明星 歌手 她也不是一個沒有人認識的角色 OK 但我要主持 OK 沒有 停 Vanessa Parody 不是一個三四線的女明星 她是多年拍Chanel No.5廣告 其實她是一個很有秘惠的女星 但當然這樣也不結婚 突然間就變成一個孕婦結婚 那當然有人就說 哎呀 渣男啦 你呀 怎麼說 你離棄自己本身的女友 這麼多年 人家跟你跟你 跟著你十幾年 子女都跟你生了一對 你離棄了她 那這一部分 OK 那是一個道德審判的角度 那你當然覺得她不對 OK 但是呢 我想有一個角度就是 其實感情呢 是真的沒得頂 合不合 因為在最後一天呢 世人的眼光 她的看法怎樣都好 不及你自己的個人快樂重要 那所以如果 你身邊的人說 你跟誰比較相配 媽媽又說 你當年那個不太好 你又跟她散了 然後你現在這個又差點點點的那些 那方面 你說的沒有意思 就是包括他們農曆新年去拜年的時候 那些親戚又說 你什麼時候才結婚 你什麼時候拉我們天窗 你什麼時候生孩子 那些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你說的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不是我 那所以 我發覺我自己很多時候 我對著那些客人 我要說的話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說 比如說 我想做這件事 你不要理會是青脈女也好 或者我想生徒有什麼都好 他總是有理由就說 我家人反對 我老公未必支持 如是等等 這些理由 OK 那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你硬不硬正 硬正不代表 我要跟你台灣話 國語出國語出國語 看更 不代表我要跟你 撐到行 不代表我要跟你 站勁 然後發老闆 然後說 我是要做的了 你不讓我做就離婚了 不是要這樣 但是 就是 用一個很文明的方法 我經常都教大家 就是 用這個說法就是 我呢 就聽我朋友說 有這個方法 他做了之後 他覺得很好 那我就想試一下 因為呢 我自己都覺得 我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改善 我可以進步 我可以變得更好 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就算你覺得這件事未必有效 也好 我都希望你可以 秉持一個客觀的態度 陪我一起去進行這件事 而不要反對 因為他可能有用 可能沒有用 我不知道 但我想試一下 OK 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你也想我好的嘛 我通常就跟別人說 你用哪個說法 即不論你是想減肥 你想生同 你想健身 你想做什麼 OK 你想做那件事 你的人生就只有這一次 OK 你以這個身份 這個角色 你去經歷 你要經歷的事情 那你每次都需要 別人的認同 和同意和批長 是活得很久的 那你怎樣能夠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 你要講 而你的講法 就不是 我見大部分人 就會去好程序化 就是 你為什麼不給我呢 那我就是想這樣做嘛 那些人 你不相信啊 你的事情 那我相信啊 即其實不用 那種程序化 不用那麼激動 你就這樣 很疲惡這樣講 即英文的講法就是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認為這可能會幫助 我不確定是否會 但我願意給它試試 所以 你可不可以 支持我 和我 和我 和我走過我的旅程 看看 我能夠做到我 好的 然後 中文的翻譯就是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用的 不過我想試一下 因為 它有機會 可能真的幫到我 那 我也很想試一下 你可不可以 支持我 陪我一起走這一趟旅程呢 那 其實 你發覺 如果你用這樣的態度 即不是 就是 我和你敵對 我要和你 即所謂的起降 OK 而是 我很心平氣的 我跟你說 我覺得 我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希望 我和你的相處可以更好 我希望 我的人生是更有目標 我希望 我更有動力 如是等等 所以我想做一件事 那我不知道 會不會 因為如果你一來 就站硬 這件事一定會 因為我的老死做了 它很會 但是如果對方不買這件事 他 你那個是美容式 不是很好吃 所以他未必會 同樣被你舒服 所以你怎樣 告訴他 你想做些什麼 不管你想進修 你想讀一些 他認為很廢 例如心理學 這樣 有什麼用 找不到泉腳 又或者說 我想考慮移民 又或者說 我想做些什麼都好 and again 關不關你 幫助我 It doesn't matter It's for your own good for你的個人成長 而當你很擔心 會被你身邊的人 去叫做 阻止你 說不行了 浪費錢 浪費時間 很多時候去一個 意識形態上 的一種爭吵 它是否擺放 它是屬性 OK 如果譬如我舉例子 我舉一些例子 可能香港人會比較 覺得 common些 就是 找一個看風水 這樣算 OK 你想找一個師傅看風水 那都是想大家 健健康康 工作順利一點 少些爭執 家庭和睦一點 兒子讀書專心一點 你做事可以更好 更順利 我想試一下 可能有用 可能沒有用 我都是聽我朋友介紹的 不如我們試一次 其實當你把那個 你的角色 你的身份 擺放在一個 我們說的相對平等 和謙卑 平等大家明白 大家在一條平線上 大家在平背 簡單來說 如果大家在平背 我不需要徵求你的同意 是不是 大家一起住 我尊重你 去看這件事 你的角度 你可能會相信 或者不相信 或者你覺得這件事 是你喜不喜歡 我尊重你 所以我跟你說 OK 但要記住 兩件事同時 就是平等 就是因為你都要住在這裏 你都佔了這個空間 所以你 我會告訴你 我會希望得到你的同意 但是同時之間 你都要記住謙卑 謙卑不是我低利一級 我求求你接受我的意見 不是這樣 因為前提是平等 平等 我告訴你 大家佔了這個空間 我希望你可以同意 希望你可以接納 希望你不要有太大的反對 因為我尊重你的意見 我尊重你的感受 而謙卑的意思就是 不是說 謙卑是說的態度不是那種不可一世 總之我要這樣做 你行不行就算 Take it or leave it My way or the highway 什麼意思 要不就走我的路 要不就去上高速公路 就是南斯特路 不是這樣 好了 你會看回強哥的例子 那就是西人怎麼說 他怎麼離開他多年的伴侶 人家和你兒子都生了兩個 你竟然現在離棄別人 他沒有理會 他在做自己要做的事 我看了他有一段影片 就是他做他資金 我經常說很多YouTuber 做神鬼奇王裡面 就是劫黑船長的約翰代譜 他最有標誌性的角色 就是Captain Jack Sparrow 原來這個角色的打扮 口音 化妝 造型 原來是他砌出來的 你說不會的 電影裡面 他有專門的服裝 是 沒錯 沒錯 但是要記住 因為他是他的主角 兼著他的江湖地位 他的身份 所以他參與了這個製造過程 就是他 可不可以關掉燈 我不會關掉 由他 他參與了這個過程 就是他化了妝 然後做了一些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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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是Warner Brothers 華納兄弟的高層 到來見到的時候 其實反應就是 什麼事啊大哥 然後大家是不喜歡的 OK 然後就跟他說 其實他是不是high 他是不是忍多了我 其實他知不知道有什麼 他可不可以不要這些 可不可以不了大這些 可不可以不要這個髮型 可不可以不要畫一條眼線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然後 He didn't care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跟公司說的 我想他說的時候 可能是軟轉一點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 平等 可能是謙卑的 他就說 我覺得那個角色這樣相當之好 如果你真的不滿意的 可能你換過那個人 即是簡單說 You can fire me 被他解僱了我 這樣 你看到 他到這些位置 他都有他的堅持 OK 原來就是 不只是愛情上面的陰性 即是我愛情上面 我見到一個年輕人 我十幾年的年 他會 哇 我馬上瘋了 這樣 世人怎樣說都不管了 我下半身思考就算了 這樣 即使在工作上 他都有堅持 其實 要成功的人 就是要堅持 因為 一萬個人 有一萬個不同意見 你下下去跟所謂的主流意見的時候 你是會迷失你自己 你就會變成 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 因為沒有特色 你會融入了整個背景 因為是一個背景 是不是 你不用管別人 你做回自己要做的事 但是你怎樣 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堅持我去搞 我不可以跟老闆說 我的策略是我根本可以的 我要這樣就這樣 你不喜歡就炒我 因為他真的會炒我 他真的會炒我 他真的會炒我 但是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 剛才所說的 平等和謙卑 平等的意思就是 他是個老闆來的 怎樣是平等 很簡單 他是你老闆 但他也是打工的 OK 那你說不是呀 我老闆就是金主 我老闆不是打工 不緊 那你老闆和你的平等在哪裡 想 很簡單 就是大家都想 這個項目好 大家都想 客人開心 大家都想 這件事出來會成功 那這個就是 所謂的 平等的地方 然後 當你讓他知道 你跟他有共同的立場 大家都想個 project好 大家都想個公司好 大家想找多點錢 大家都想個客人開心 找到一個 之後 你謙卑地跟他說 這個是我的分析 我的看法 我都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OK 當然我亦都會謙卑地 open 開放地 聽你的意見 所以其實平等和謙卑 這兩件事 你套下去 任何關係都可以 譬如 兩夫婦 子女對父母 父母對子女 OK 那些人這個時候 可能會覺得 子女和父母如何平等 那些人這個平等 不要每次想著 是背份 可以是 大家對一件事 有共同的渴求 明白嗎 OK 大家都是香港人 大家都想香港好 這句話 其實 如果你對著 正義立場的 不同的人 這句話是合理的 大家都想香港好 大家都想去到 經濟很繁榮 社會很安定 怎樣怎樣 只不過 裡面有些細枝末節 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同而已 OK 所以 就是 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是 可以採取平等 OK 然後再用一個謙卑的態度 And again 重複 平等不是 大家的背份上 一定的平等 OK 不是一定是這樣的 有些家庭 男主女兵 有些是職位 不同 他是你老闆 他是CEO 他是你媽媽 但是你要找一個平等的地方 找一個平等性 找一個common ground OK 這個是我的平等 然後去到謙卑的就是 說一個態度的謙卑 而不是說 我是這樣做 我吹 不要做 你不聽就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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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OK 這個就是我想說我的平等 謙卑 好 他在工作上 很堅持 就是 他 是要戴那些架子 是要畫那條眼線 他是要裁鬚 他還要不去釘些東西 但是 出來 成功 拍出第一套 哇 那些人對這個印象 對這個角色 Jack Sparrow Captain Jack Sparrow 那些印象很深刻 說真的 你整套的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你想起什麼 要不然也是想起他 是不是 所以 你說 那個畫立兄弟的高層 到最後 我們知道其實 他這個創作 是符合過大眾 但是想像是他高速 他沒有堅持到這個位 OK 他就是因為 哎呀 他們出錢 他的畫立高層 電影公司 只有那幾間 如果我不相信他們的意 然後他們說 待會換了角色 那怎麼辦 以後不找我拍戲 那怎麼辦 他沒有這樣想 是啊 他因為他的堅持 才有後來 證明到 其實他們的創作 是對的 明白嗎 所以 證如 譬如 那些人說他 想清脈絡 因為 我聽你說 如果一個人 經常都不開心 經常吸引一些 很傷的人事物 或者是 生了很多事物 好像不太妥當 應該要清脈絡 我都很心動 我都很想 但我老公什麼都不送 我老公 哎呀 跟他說什麼都沒用 那 平等 他想不想你好 還是他想你混蛋 他想你死 他想你壞 不會的 是吧 就算兩個夫妻多不恩愛也好 他都沒理由會想你死 想你壞 那這兩個是一個平等 是吧 不好意思 我看著我拍開一陣子 我太投入了 我入氣太深了 忘了 那接著呢 那接著呢 你謙卑的就是 我不知道 是否一定合作 這個就是謙卑的位 不是跟他爭論 就說 千萬一定會合作 你以為我一定會合作 他 不會的 可能會合作 不知道的 那你就是這樣 他就和你站在同一邊 我們一起去找 我在這趟旅程裡陪我一起 你可以不在這趟旅程裡說 你可以 口語化一點去說 但英文翻譯回來就會是 I want you to walk the journey with me because I want you to be you know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th me ok ok 好 那我就想個辦法 ok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ok ok 這個類的好像很厲害 這樣 對 是不是沒有那麼多 不過我的眼睫毛放得很厲害 其實我的眼睫毛也沒有那麼厲害 不過anyway 這個我 不知道有些什麼 ok 是 sorr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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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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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今晚強哥和大便姐 有機會 五一大 因為 今次一個世紀大官司 是本身有 我沒有記錯 好像九個陪審員 但他最主要是會 西了之後剩下七個 然後七個有一個英文 unanimous ok 很不習慣我玩那麼厲害的類型 我不懂得弱一點 我不懂得調校Degree 但我覺得開箱很漂亮 好像皮膚很滑 這樣 這樣 真人不是太錯的 但是這樣 都是漂亮的 我都照開著先 好嗎 那繼續 那麼 那七個陪審員 必須要達成一致的公式 就是come back with 一個叫做unanimous 的verdict unanimous 就是統一一致 verdict 就是裁判結果 OK 那這個verdict 通常是法庭裏面用的 意思就是說 陪審員達成一致 他不是共識那麼簡單 是一個判決 OK 那你說 為什麼不是法官判呢 在這個案子上面 或者一些大的案子 都會是由陪審員 香港都有陪審員制度 是他們去判斷 就不是法官一個人的權力那麼大 OK 那這七個人呢 不可以透露他們的名字 身份的 這個是受保護的 有一年期的 這次一組的配審員 但是呢 發覺有很多是華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當中有四至五個是華人 篩選過後 我不知道啊 但是接著就好像 兩至三個是白種人 那篩選之後 我就不知道現在整個情況是怎樣 但是普遍的年齡都偏向於年輕的 OK 好了 如果他們今晚就已經達成一致路識的話 就會今晚出床決 今晚我們就知道 哪個贏哪個輸了 這個時候呢 如果大家呢 是有白開 看開YouTube上面呢 就是有跟開的話呢 就會覺得一定贏的強哥 Johnny Gap一定贏的 這樣 我也很想是這樣 但是呢 當中有個難的地方呢 就是 原來他需要七樣東西 同時都成立 他才能夠贏的 那我簡單的說 就是 首先呢 就要是 證明幾樣東西 OK 我先說背景給大家聽 然後再說他們的情感關係 那樣東西 怎樣跟我們有關 這個就是重點 因為別人的關係差事 但是呢 那七樣東西呢 講一點背景 就是 首先 要證明到 大便姐 因為我會說 怎樣叫大便姐 如果有些人不知道的話 大便姐所說的東西 是假的 是裂造 或者不是事實的全部 OK 譬如他們有吵架 是有吵架 這個可以是事實 那吵架之後 強哥有沒有打他 是的 那這個就是變了 是一部分的事實 有吵架 那當然沒有打他 那如果他說 啊 現在他打我 這樣 那我證明不到有吵架 那你證明不到後面那一部分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呢 就是說他要證明 他說的話 那些東西是裂造的 或者不是事實的全部 這個 這個 OK Anthony Chan說 真的很多人支持JD 即是Johnny Gap 是對的 是一面倒的人 是支持Johnny Gap 我也是的 那Level呢 就沒所謂了 Johnny Gap 其實是大家心目中已經的 對 那這個呢 我就想說 其實呢 這次 之所以會全程電視直播 其實是Johnny Gap 作為控方的要求 因為大家要知道 其實呢 我稍後會有這部分 就是英國之前 他控告太陽報 他控告的時候 是輸了判決的 而因為那個判決是閉門的話 其實大家不知道那些證據是怎樣的 那Anyway 他就輸了那場官司 而這次他在美國 在自己土生土長的美國 他做這個官司的時候 他就要求他作為控方 他要求要全程直播 他要求要全程直播 他要求全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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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維珍尼亞州的法官 法庭就同意了 所以就全程直播了 一般呢 美國的法院 是不會這樣全程直播的 所以你會看到那些 那些素描 那些 就是因為不可以拍照 不可以拍片 是不是 香港之前都試過 就是有一些 不熟悉香港規矩 好像是內地人 就是在法庭裏面 拍照 然後呢 就這樣可以受警告 所以就有些香港人 就說很不公平 這樣 因為你不行的 你這樣怎樣上去 會影響到 可能陪審員 或者證人的安全 這樣 但是呢 這件事情之所以 會全程直播 是Join-in的要求 而Join-in的要求 而Join-in的要求 是 我相信 第一 大家都知道 他是很明智的 因為如Ninu所說 就是 其實在大家心目中 他一定會明白 因為你看到 整個過程 那些證據的呈現 你看到兩個人的作供 大家心目中 其實都已經有一個清 誰說真話 誰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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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其實他作出這個決定 說要全程電視直播 其實是一個賭博 其實是一個賭博 因為 誰知道你們的反應出來 是不是真的閃閃縮縮縮 而且閃歷其次 好像我這樣四節之間 我誰知道你們出來的反應如何 有些人說道德L 我們說 瘀酒 吸毒 可能他的形象可以因此而大手打擊 他只是倒一棵 他的瘀酒問題 毒品 使用冷藥 他曾經被一顆藥 閃削還是閃力 他曾經被一顆藥丸 給Marilyn Manson 吃 令他不要說那麼多 也有說有一罐罐的可樂英 還是可卡因 如果他不願意被人見到這一面 因為怕他的事會受到毒品 酒精衣 藍藥的影響 其實他沒有做這件事 他現在不會有大眾站在他那邊 這也是香港社會很少人說的 就是shadow work shadow 即是影子 shadow work 就是我們要work on我們的影子 什麼叫我們的影子 影子就是黑蚊蚊 想遮遮 修修 遮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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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被人見到那面 西風很強調是shadow work shadow work的意思就是 你越有缺失那面 你越覺得羞愧 不想被人見 不見得人欲酸醜噶噶的那面 你反而要去拿個蛋光燈 掺著他 看清楚 不單是自己看清楚 你自己看到你不懂得害怕 你不怕 覺得沒有問題的時候 沒有人就可以再給你更多壓力 好像你見到阿John這個例子就是 是藍藥 是於宙 我也是一個人 我有這些弊病 我有這些缺點 我有這些扭窄 I'm just human 你看到他的坦言 所以這次的判決 不是判決 就是整個世紀訴訟 你看到就是曾小仁對偽軍事 曾小仁就是這樣 是呀 我是於宙 我是藍藥 我是發脾氣的時候會扔你 全部都放出來給你看 放啊 就這樣放 而 Amber Heard就是 什麼都說不是的 所謂的不是她的 怎樣叫大便嬉呢 就是因為在Johnny Depp 其中一個證據就是 在他們兩夫妻的床 當時你離婚的床 在Johnny Depp那一邊 南方那一邊 有一張床床床 而 Amber Heard 大便嬉呢 怎麽都會以為 Ember Turd Turd其實是大便的意思 一個沒有屁股 粗皮 但都是便的 的說法 這樣就不是什麼 Fecal Bats Veces 或者Crab Turd 比較粗皮 所以我叫Amber Turd 那些鹹音 Turd Turd 很像 因為那裡便便 她說 是我的狗 我的狗 我的狗 屁股 為什麽我的狗 在那裡屁股 因為它踩到蜜蜂 它嚇到 所以它屁股 在那裡屁股便便 然後 在庭上 有人問 就說 你怎麽肯定 那些便便 是Amber 你前妻 不是她所說的 那隻狗 那 朱尼就說 因為 那隻狗只有三磅 而那些便便 有兩磅 即是想像一個人 會不會是便便便 即是說 一百磅便便 即是你當我一百三十 一百二十幾磅 我會不會便便便 你會不會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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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其他東西都是為爲爲爲爲 什麼都不認 什麼都不關自己的事 責任外判 什麼都別人錯 別人不著 什麼都不關自己的事 Hello Alan Hello Long Time No See 是Anthony Chan My Dog Step on a B 即是名句 你現在在Google打 My Dog Step on a P 你會看到很多的謎因就是因為大便 很多的 包括他有錄音 就說我是打你的 但我不是拳打腳踢 拳打腳踢你 I hit you I wasn't punching you Punch 就是拳頭的叫punch Hit 就是打 其實如果你真的說意義上 它是包括punch的 但他在這些位置就是要跟你拗 就說I was hitting you I wasn't punching you 然後你看到強哥就說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拗 我是怎樣被人打 我怎樣被你打 即是你跟受害人拗他的感受 即是一個被性侵了的當事人 一個受害人 然後強姦他性侵的人就說 你那些不是被強姦 你是被非禮而已 你不要跟我拗 因為我是一個受慌 I am the receiving end I know what happened to me 這個又可以教大家 另一個英文字眼就叫gaslighting OK Gas 就是煤氣 OK Gaslighting 就是煤氣燈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令到你去質疑自己 質疑自己所想的東西 所感受的東西 是不是真實的 即是You are imagining things 唉 你想的而已 你想太多了 這樣 這些就是Gaslighting 跟著 Are you listening to yourself? Can you hear yourself? 即是 其實聽到你自己說的什麼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這些都是Gaslighting的事情 而如果你的另一半 你身邊的人 會這樣Gaslight你 長遠來說 是一種psychological abuse 心理上的虐待 因為它會令到你不斷去質疑自己 OK 事情 是不是我記錯了 是不是我反應過激 即是Gaslighting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You are overreactive 你為什麼這麼大反應 你為什麼出來那些 所以其實這些你會發覺 在華人社會沒有人說 Gaslighting 沒有人跟你說要做shadow work 但是在西方社會 這些全都很重要 很重要 包括你見到今次 在這個訴訟過程裡面 有不同的專家出來 譬如說她是 borderline personality 跟著表演性人格 反社會人格 社會人格 社會人格 等等 但是在香港 你會發覺很多這些性格 缺陷有缺陷有issue的人 但其實是沒有人知道 他自己不覺得自己 身邊的人 因為社會沒有說這些事情 OK Gaslighting 像是 shadow worke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social path 你沒有說這些不同的人 那你就會習以為常 覺得OK 你只會覺得我老公很難頂 我老婆很難頂 但你不知道她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屬於一個心理病 性格缺陷的一個範疇 OK 那我說今晚有機會 大家會看到這個賽決出來 但回頭去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難贏呢 是因為 其實他除了要證明 Johnny Depp要證明 Demple Heard 是知道自己的說話是假的 而刻意要這樣做 第二就是 特意去 帶一個惡意去做這件事 他不是不小心說了些不對的東西 他有惡意malice Malice Malice 另一個英文的詞 就是malice 惡意蓄意 為了帶給對方傷害 OK 那你又要再證明了 他怎麼不是不小心 他沒有心的 你知道很多人都還說這些 他人很好 不過有時候他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為人的行為開脫 其實不會幫助對方成長 每個人都應該要為自己行為負責 所以這些開脫 是幫不了的 他小孩子 他只是個小孩 那些 他只是個孩子 那些 你不會幫他成長 OK 好了 那接著 還要再證明 我覺得最難最難 證明他講謊 也不難 他說自己有傷 但是四個警察來到 都看不到你有傷 跟著 那個 酒店經理也走出來 是的 不同的人走出來 他前女也走出來 很多人走出來說 喂 那你證明這件事沒有發生 他沒有打過他 這些沒有加暴過 這些都不難 最難到哪裏呢 最難就是 最後 他要證明到 他的事業 是因為他所做的事情 而招致損害 因為他所說的事情 而令到他失去了片藥 譬如他失去了兩部戲 一個就是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神鬼奇葬 就是Captain Jasper的角色 另一個就是怪獸與他民的慘定 就是 Monsters and Their Origins 我還不記得名字 那這兩部戲 他為什麼會沒有了 他就說 歸咎於 因為Emperehood 當年2016年的時候 又申請法庭的禁制令 說他加暴他 令到他受傷 然後又通知一個媒體來拍攝 跟著有Me Too Movement 再加上當時 幫那部戲 這麼巧的時間 就是Aquaman的宣傳 好了 那全部都不難的 最難的就是 你怎樣證明 你這兩部戲的片藥 是因為這件事 這連串的事件 而沒有了 如果他找到Water Brothers 華納兄弟的高層 就出來說 是呀 因為我們看了Emperehood 寫了這段 OK 一個叫Op-Ed Op-Ed就是 好像線稿 其實寫那篇的那個人 不是記者 是一個名人 或者一個特約的作家 寫完之後 給他們兜 那些叫Op-Ed 華納的影片的高層 或者Universal的高層 要說 是呀 我看了這篇所以我不用它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成功了 但是因為沒有 甚至當中有一個證人 是他 Johnny Depp的前經理人 就說 他經常遲到 所以他那個 事業就是走下波 其實你怎樣能夠 書立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這個是最難的部分 就是說你說你生意差了 你怎樣證明到 我寫了那篇Open Rights 因為我說裡面有蟑螂 那你就要 你看到那篇 生意之前 每個月找人可能 20萬 現在只剩下2萬元 如果18萬沒有來的生意 那些人 你要問他們 他們說 是呀 因為我看到那篇說 他們說有蟑螂 所以很難證明 所以就是說 可能到最後 Johnny Depp 都會是輸的 有這個機會 那個機會也都不小的 OK 那這裡我就 真的沒有充足的法律知識 就是 如果 證明到前面六項的事情 就是他有惡意 他又特意 跟著 裡面他說的東西是假 如果有這些 OK 證明到 可不可以判贏 而賠償 是他所claim的一部分 一個claim是5千萬美金 即4億港幣 這個應該是 大概兩套戲 偏讓的價錢 那可不可以 就是 有 6 就是 7分之6 是證明到的 有一份 是證明不到的 就好像 判罪那樣 譬如 非法床有 那樣 成立 但是 惡意傷人不成立 那些拆開 他有沒有可以這樣 7分之6成立 有一份不成立 那可能不是獲得 五千萬美金的賠償 可能是獲得 四千五百萬美金的賠償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那I guess we'll just have to wait 我們就要去等 去看 看我判決出來 怎樣 但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 大便姐 其實她同時之間 她亦都申請 要Johnny Dabb 配上她一億美金 那一億美金 那不知道她怎樣計出來 那Johnny Dabb的片集 也有數得計 大家 最高片 就是藍名聲之一 所以她可能兩套 加上五千萬美金 都很合理 美金 那但是 Anne Burt 她從來有沒有拍過那些電影 她的片集可以高度 她可以量化到 甚至一億的配上呢 在這個官司的開頭 當她可能已經知道自己勝算不大的時候 其實她是有說 我想放棄這個爭索的 就是我不告了 我不告了 這一億我不告了 那法庭就說不可以 那所以就變了 Johnny Dabb的五千萬 加Ember Heard的一億 是同步進行 一起審議 所以In the end 有機會 是兩敗俱傷 就是兩個都輸的公司 都不出擊 OK 好了 那這個時候 到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 那為什麼阿強哥 哇 月女無數 是吧 哇 見過這麼多這麼漂亮的女兒 這麼正的女兒 為什麼她偏偏會 摘在大便姐手上呢 那大便姐 當年 OK 她二十幾個時候 確實是漂亮 確實是呱啦啦啦的 OK 那但是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是不是漂亮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拆開來講 一定有些摩托 比Ember Heard的 一定有漂亮 女生 不就算不是摩托 可能是女明星 比Ember Heard的漂亮 那為什麼 Ember Heard對Johnny Dabb 有這麼致命的吸引力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看回 很簡單 在家庭排列的角度 如果你聽到Johnny Dabb 講到她的童年味 就會明白 她的童年 她怎樣形容她媽媽呢 她媽媽的性格是很殘暴的 很易露的 喜露無常的 很情緒化的 而且會掃諸暴力 咦 你看回轉圈 Johnny Dabb 以前 這麼多個女朋友 都說她很好先生 沒有對她們家暴過 她們之間也沒有家暴過 但是偏偏遇上一個 一樣是很易露 然後是喜露無常 掃諸暴力的Ember Heard 就剛剛好 在這裏突然 為什麼這個時候 加入好人好者 全球最性感的男人 又有錢 又有演技 行外地位又高 為什麼 她之前那個法國女星 模特兒 歌星的女友 和她這麼多年 生了一子一女 還有這麼多女生 all people 她會和這個女生一起 因為就是她移路暴力 和喜露無常 Exactly 去回她要處理的那個問題 那個核心問題 就是她遇到另外一個人 帶有她媽媽的特質 我現在說過 佛樂醫德說過 每一個兒子 找的另一半 其實都是帶有她媽媽的特質 戀無情意見 OK 而每一個女兒都會找一個 老公 一個先生 一個男朋友 她的對象 都是想用爸爸的特質 那這個時候 一天就說 神經病 我老公 或者我老婆 一點都不像我爸爸 或者我媽媽 我舉個自己的例子 我先生 在外形上 和我爸爸不像 OK 那 或者你說 例如我爸爸 是會喝酒的 OK 我爸爸是多話說的 我先生不是喝酒 我先生不是喝酒 他不是不多話說的 但是 那是不是就 不對呢 又不是 因為 我想說 那種的 雙子之處 不是外形 不是一種很外露的 caracteristics 一種性格特質 很一體 哇 好像這樣 不是這樣 而是 裡面的個人性格 的面向 譬如我舉例 我覺得我爸爸是一個 很有擔當 很有責務心 很可以倚靠 很可以順賴的對象 OK 不動如山 OK 我先生 就是有這個特質 所以 這個就是 符合了 那些 明白嗎 那 而呢 男生 會找一個太太 都帶有他媽媽的特質 可能那個媽媽的特質 會是怎樣 可能就是 很囉嗦 很長氣 或者充滿母愛 很喜歡照顧人 OK 或者是 一些行為上面 一些你很難形容的 一些很細理性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 即使你選誰 不行 他要選一個 會打他 打到他整隻手指 你知道嗎 是沒有了一塊肉 他直接 低頭一望 是看到骨 OK 那個女生 要整個掩蓋他的 打他的 OK 這樣對他 為什麼 他要遇到 而他遇到 以前那麼多個好的 Wenora Rider 不漂亮嗎 Cake Moss 和事業上有成就 他超無的 OK 但是為什麼他會選 這一代 而他會這麼呈陷他 你說 你講呈陷 為什麼你講呈陷 因為他那麼多個 他都沒有 佈入婚姻 這一個 OK 這一部 反而這一個 Ember Heard 他一頭 再進去 瘋狂地 迷戀他 因為為什麼 他找回 在這個女生身上 他找回 他媽媽 最大的 那個 missing piece 我之前有講過 就是 如果一個男子 他和他媽媽的關係 是很tublin的 很大波幅 和媽媽的關係 簡單來說 不是那些 很慈愛 很平順的關係 而是 好像 過山車 那樣 媽媽 又很瘋 媽媽又很煩 等等 如果是這一種的關係 你會 或者媽媽 爸爸離開了 他小時候 沒有愛不夠 你會 有機會 我不會說100% 但是 這個男子 他會往往 就是 和一個女人 沒有辦法好 譬如他和A女兒 又拍了三四年 他就會那麼老 又和B 三四年 然後和C 可能幾年 老實說 如果他和Finesa Parody 不是生了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 的話 可能都是三四年 課仔 就完蛋了 但是因為生了小朋友 那你的關係 延長了 這個可能性 我絕對不排除 但是你看到他之前 包括幾愛的 Wanola Rider Kate Moss 還有很多 他們都是三四年課仔 三四年課仔 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你在家庭排列 在能量場的角度 去解釋 就是 其實 因為他和他媽媽的關係 不好 他有好 他裡面 沒有愛的缺失 會令他在不同的女人身上 A B C D E F 都想找到媽媽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特質 去填滿 簡單的說 你可以當作是雜誘 但這個雜誘 不是他有意識的雜誘 不是他 可以了 我玩了三四年 我悶了 不是這樣 而是 他自己在很潛意識 很深層裡面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他其實就是 受到內在的那種愛的索引 的驅動 這個愛的索引 就是去索引媽媽不同的面向 媽媽不同的特質 我有提過 我爸爸本身 因為跟他媽媽 即我媽媽 相處的時間都少 因為我媽媽 後來在我爺爺過了生之後 他有改革 所以我爸爸和我媽媽 相處的時間都少 所以我爸爸年輕的時候 都是花生的 都是每個女人 有幾年 可能他會同時之間有幾個 那這個對我 當然有影響 對我妹妹都有影響 這種影響就不是 我們怪爸爸 不信任男人 不是這樣 而是對我們的感情關係 是有直接的影響 是在加排的角度 直接是繼承了這方面的奇難集症 那我後來做了一個清理 所以我很強調的清理的重要 因為你不清理的話 你會不斷地去索引 你不斷地去索引 但是你解釋不到你為什麼會去索引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去索引 你會很廢解 我都覺得很崩潰 那為什麽去到這個時候 五十頭了 遇到一個二十頭的女孩 是不是 差不多了 大鼻子總也大得不小 大十幾二十年 而這個時候 無論之前怎麽對她溫柔好 生這兒子也好 她都沒有那麽一頭煙 一頭栽進去全程投入 是對她會 因爲在這麽多個女人裏面 其他只是擁有她媽媽一部份的面向 連這個真的給她媽媽的感受 媽媽的感覺 因爲她小時候 她媽媽就是整天打她 她自己說 她姐姐也作證 其實她是媽媽打的時候 她就會躲起來 正如現在你聽到錄音 大便姐 Embrotard 都是這樣說的 Run Johnny Run to those fifteen mansions you have 即是說 Be like a grown man Be like a married man 然後諷刺她 就說 走啦你 有十五間屋子 走啦你 其實這個走啦你 意思是 她會逃避 她會避開她 她瘋了 她會逃避她 她回到她童年 媽媽拿鞋出來 媽媽拿皮帶的時候 她會躲起來 她會走 然後再等媽媽很快 就出來 OK 希望媽媽會好回來 所以如果你們只是單純看 就說 Johnny Gap 那當然是下半身思考 見到美女就什麼 不是這麼簡單 美的女生好多 她一定見不少的 你可能很肯定 但是為什麼會遇上光光 就是因為這個鑰匙 就遇上這個鑰匙 就是她媽媽 整個相處模式 她重複回 她媽媽和她爸爸的相處模式 就是她媽媽這樣瘋 她爸爸就走了 她爸爸從來不還手 從來都是避開 她重複回 為什麼她重複回 她說她在天上玩我嗎 現在西方 可能少會用God 這個字眼 就會用Universe 為什麼宇宙 在加排角度 在能力場的角度 為什麼宇宙 為什麼上天 要這樣玩她呢 為什麼要被她 遇上一個跟她媽媽一樣的人 而她會這麼深醉 這個女生 這麼情深 愛這個女生 才會結婚呢 因為她要去英文叫做 Rectify 她和媽媽的關係 她當年去逃避她媽媽 她當年沒有好好地跟她媽媽相處 現在的天環 我給你機會 你去解決 你去感受一下 你去感受一下 你爸爸當年的感受 你站在你爸爸的位置 看見她當年 怎樣為了 顧全國家庭的完整 所以她一直忍受 直到有一天 她爸爸就這樣走過去 Joyup 當時也是走過去 她再向Amber Third說 要離婚 她說她 I'm done I've had enough I can't take it no more 然後 Amber Third 我相信 因為為了報復她 所以去法庭申請 禁制令 然後她為了要這麼大的報復 你怎麼可以飛往 你怎麼可以不要我 OK 然後她又說自己被人打 又通知TMC的報館 你來拍她所謂的瘀了 直接放了風 哪一天幾點鐘 她去哪個大廈 叫她去拍她那一面 OK 但很有趣 拍完第二天 就沒有了那個瘀 明明兩天都沒有化妝 所以很多人質疑她所說的 但是上天 瘀就一定要給機會 你以前沒有解決的事情 可以打機的事情 讓你回頭 讓你重新經歷 你當天 跟你那個男朋友 初戀情人 有些話 你沒有說到 是不是 OK 可以 不要緊 你之後的男朋友 會出現回一樣 很接近的情境 OK 場景 讓你去說回你要說的說話 如果當日 你沒有好好處理過這個關係 可以現在給你機會 重新處理過 你當日 你不理解媽媽的感受 不理解爸爸的感受 不理解他們的相處 為何會這樣 可以 不要緊 我現在給你機會 去做當事人 去感受 所以 在家庭排位的角度 你越排斥那樣東西 你越會遇上這件事 所以我經常說 為何你會不斷 用於LOOP 一件事 你發覺第一份工作 遇到那個老闆是這樣 去到你第六份工作 那個老闆都是這樣 為何第一個男朋友是這樣 之後的男朋友都是這樣 因為沒有解決 你沒有解決過 他就會不斷地回來 所以重點是你要解決這件事 而大部分人只是覺得很笨 又來 但他不知道 其實這個是一種Tough Love 是宇宙間一種 叫做殘酷的愛 就是他要你看見 他要你學習 他要你感受不同的人的感受 他的情緒那麼暴動 他的情緒那麼起伏那麼大 爸爸的墨不作聲 你做了一個小朋友 你不理解 我現在給你機會 我給你機會 以第一身的角度去理解這件事 所以如果今時你遇到另一半 令到你很頭痛 你要看回 你是沒有理解到哪個人 哪個家族性的 OK 即是 通常在你家族裡面 未必有血緣 有那些什麼 蓋婆 扣母 移掌 那些未必有直接的血緣關係 但同一個家族系統裡面 是會轉移的 你是會經歷的 上天要你經歷 要你感受 要你去看回 要你理解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透過別人的不幸 去理解別人的苦況 和痛苦的話 我們必定要經歷他經歷的 去體驗他的痛苦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別人的慘 我們不要視而不見 充以不聞 不要不關自己的事 因為你只要不看見 你只要抽身 你只要不關我事 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就會有份經歷 所以其實最近香港發生的事 和鄰近地區發生的事 都是可以讓你看到 就是不聞不聞 所帶來的 只不過是你將來會加倍的承受 in square in很多次 form 去經歷這些事 你覺得 好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不關我的事 你以為你可以獨善其身 你可以不關你自己的事 no not really 你只要看到 而你選擇 時而不見 或者你選擇去排斥這件事 你沒有去體會和同情 你都會需要重新經歷 有些包括 我見太多例子了 包括當事人的案子 小時候被家人打 打得很慘 覺得自己遭受很不公平的待遇 但當他自己做媽媽 他也忍不住打女兒 他解釋不了 他不停 總之我知道我不應該打 我幫女兒也過了 我也覺得很痛苦 但他也忍不住 正如媳婦給婆婆 他折磨給婆婆 針對他覺得很慘很辛苦 他也是波羅人 但當她自己做婆婆的時候 他一樣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能量會轉移 他不會消滅的 他只會轉移 所以如果沒有清理到 即是沒有轉移到的話 必定會案件重演 而案件重演 在你自己身上 以及在你的子女後代身上 所以我才一直求定 要清理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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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木良是第一步 當你清理了木良之後 這些家族 創傷 流下來的 要loop那些 就不會再在你身上發揮作用 也不會流下來給自己的子女後代 累了別人 明白嗎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留言給我 我現在就準備進去吃了我這四隻的半隻種 如果還沒訂的 可以訂的 都是那句 不包最便宜 但包很好吃 然後接下來 因為我上半年身體不舒服 所以很多時候沒有拍到影片 沒有做到Live 接下來我就會挑戰 每晚Live 每晚 如果有些日子真的做不到Live 我都會有影片上的 每晚的Live 可能會很短 可能3分鐘 5分鐘 10分鐘 都不出奇 可能很短 我會說一些健康資訊 可能會說那天發生什麼事 有很可愛的個案發生 或者讀一段的 關鍵不適的新聞給人家聽 總之每天都會有很短 3分鐘 5分鐘 10分鐘的Live 然後緊接著就是一個Q&A的Session 聽完 你聽完這個例子 即是Jolly Deb和Ember Heard的Case 你會發覺 咦 是啊 我現在是亂一半 真的有我家人 是我爸爸 我媽媽的特質 或者怎樣都好 這些問題 就可以在Live之後的Q&A Session 我們可以問 你可以問生徒 你可以問斷值 你可以問 我有這樣的情況 我應該怎樣做 OK 總之我們希望1至5 1至5 11點鐘都會有一節的 OK 都會有一節的Live 這樣 和大家聊一下 分享一下資訊 繼而再加一個Q&A Session 好不好 OK 好 那就說到這裡 我真的要開飯了 拜拜